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猛滑手机 唯独他却双手抱胸呆着的看向前方 他笑称这画面是彩虹脸 哈哈哈哈滑来滑去 同时坦言自己还是不太习惯使用智慧型手机 也不太喜欢低头猛回信息 不少人觉得手机不在身旁 便会浑身不自在 甚至没安全感 他则直呼 见鬼了 都是些神经病 曹熙平表示 过去没手机时期 还是可以使用家用电话来联络事情 并非没LINE就无法做事 难怪很多年轻人 叫他们把手机放下来自我介绍一下 他们还真的不会自我介绍 因为都是跟手机 自己我介绍习惯了 开口说话都不清楚在说什么 口齿不轻语 无伦次 他认为这就是流行的社会通病 也时常觉得自己和时代脱节 每当在工作场合 自己往往都是一个人坐着 看大家划手机 长久下来 还是拒绝当重度手机使用者 最后还称 如果每天划来划去 都有钱可以转 那我就来划 哎 曹熙平不爱用手机 翻设自脸书 曹熙平曝光路里空荡照 翻设自脸书